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是真的没有冤枉小米吧 在芯片自主这套赛道上 小米确实慢了一步 华为这2.4一步的缺口填补 是各大厂商首要的任务 我们其他国产厂商必须跟上 不管是OPPO的自主研发模式 还是Vivo与三星的技术整合 都是有效的把控硬件合金技术好的方式 两款SoC均采用的是三星5nm工艺 都是采用了1加3加4加MAN0778的ARM架构 大家好我是奥白 2020年对我们国产手机市场 是一个不平静的一年 华为受到第三轮打击 709000芯片成为绝唱 荣耀还内出走自立门户 苹果发布A14 SoC强势回归 小米报警高通 欲重回第一的宝座 可以说2020年是一个转折点 2021年对于我们国产手机厂商 也是一个起跑点 就在前几期视频 我们聊了华为 聊了鸿蒙 谈了荣耀 讲了小米 也讨论了苹果 但是在中国手机市场中 作为本土世大厂商的 Vivo和Oppo 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正好我今天看了Vivo S60发布会 让我眼前一亮 所以在2020之前 我决定把手机这个事情 聊清楚 说完整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Vivo 以及他们新发布的S60系列 和S61080芯片 我们回头看一下中国手机行业的发展 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快速爆发 同时快速成熟的一个行业 从2012年中国手机市场实现了135%的超高速增长 2013年12月 4G牌照出台 三星 LG 苹果 等国际巨头 入场围剿 2014年 2015年 4G市场迅速饱和 2015年 小米一军突起 带领国产本土手机崛起 三星 LG的韩信品牌的市场份额 急速下降 到2016年 华为 Oppo Vivo 一军突起 尤其是Oppo和Vivo 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到2017年 我国智能手机拥有量 已经接近互联网用户的总人数 2019年 全球前十大手机品牌 更有七家是我们国产品牌 当2020Q2 华为出货量超过三星 正式成为全球第一 应该说 这一路走来是不容易的 目前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由于供给以消费两端的降温 供应链节奏的混乱 5G换鸡炒的到来 华为受阻 留下了2.4亿步的空白 2021年 对于所有行业 尤其是手机行业 可以说是V 同时 与蕴含着机 二战时 丘吉尔说过 我们不应该滥费 任何一次危机 70年后的今天 对我们5G手机市场的争夺战 同样适用 如何回归本源 坚持创新 坚守阵地 同时 一轮寻求反击 对我们各大厂商来说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要强调 在新的一年 强化硬件科技力量 保持科技创新 一定是摆在首位的 说到手机硬件科技力量 作为手机硬件核心的手机芯片 应该说是一个 让不开的一个话题 那么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目前小米 OPPO Vivo 在芯片路径上的一个选择 首先是小米 我在这个月 专门做了一期小米的视频 里面谈到 目前小米采取的是 力主拥抱高通的态度 特别是在高端机型 采取了与高通 深度绑定的战略 这期视频里面 也能看出我的态度 我是持保留意见的 然后是OPPO 自从换帅流播之后 在芯片战略上 可以说是行动作为积极的 启动了真言芯片 马里拉拉计划 一方面准备了500亿资金 同时 据我了解 已经引入了不少海思 联发科 高通 直观展锐工程师 其中就包括联发科 首席运营官 主上主 以及联发科 无线通讯事业部 总经理 李中宁 而Vivo的策略 在我看来 则更为均衡 采取的是 一绑定 合纵连横的策略 其实在去年 也就是19年 我就关注了 VivoS3年上 采取了与三星 合纵开发的 XLOS980 5G芯片 很多人认为 Vivo是在抱三星的大腿 但是 据我了解 这是与三星的合作 Vivo前后派出了 500多名控制司 在硬件层面上 有一个深度的合作 据说 甚至已经深入到了 前置定义层上 我们要知道 Vivo在5G上的专利数 其实并不低 在5G专利族的数量上 累计申请 已经超过2000多项 国内基本上是 华为 中芯 OPPO Vivo 私家独大 我们熟悉的联想 小米其实在5G专利数上 并不多 联想的部分专利 来注意摩托罗拉 而小米连榜单都没有进去 所以 Vivo和三星的合作 应该说是 强强联合 专利互补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是真的没有冤枉小米吧 在芯片自主这条赛道上 小米确实慢了一步 那么 说回今年 Vivo和三星共同研发的 XLOS1080芯片 在一年之后 对比XLOS980 有怎么样的一个进步呢 首先 这是XLOS1080芯片 采用的是三星5nm的EUV工艺 我之前提到了 这段时间 三星5nm的良品率 一直在提升 产能相比台积电 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紧张 这次高通 骁龙888 采用了也是三星的5nm工艺 对比XLOS1080 XLOS1080采用的是 一个类似的 一个1加3加4的设计 对比XLOS1080采用的 COTUS S1 XLOS1080最高核心 采用的是一个 2.8GHz的COTUS A78 其他的三个性能 和四个高效 与骁龙一致 均为COTUS A78 和COTUS A55类合 而GPU与骁龙88 基本上也是一致 采用的也是来自于 ARM的10和 Manning G78 基带方面也不错 XLOS1080和709000一样 集成了5G基带的 5nm SOC 网上已经有部分 跑分成绩出来了 XLOS1080基本上 和骁龙888一个级别 其实我们从规格上 也能大致看出来 两款SOC 均采用的是三星5nm工艺 都是采用的 1加3加4加Manning G78的 ARM架构 自然性能区别 不会太大 对比XLOS980 可以说 Vivo与三星的追赶速度 还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我们为高通 也确实捏了一把冷汗 这是搭载XLOS1080的 Vivo S60 Pro 是值得让大家期待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手机微云台 其实这几天 我一直在准备做一期 2020年 我心中最值得大家 关注的ICT行业黑科技 我大概收集了100多项的 一个项目 包括华为的鸿蒙 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寒5G的4元220 丁丁的数字化农村 大疆的机械大师S1 海康威士的边缘智能杆子 等等 国产手机科技方面 我正好选择的是 Vivo手机微云台 其实云台这个东西 我是非常熟悉的 我之前在美国参与过一个项目 就是汽车摄像机的 五轴吊车系统 是专门用于汽车摄像的 属于大型的一个云台系统 目前也是比较成熟的 包括做自评里用的单反云台 无人机上面使用的云台 运动相机上面使用的云台 运用都已经非常广泛了 现在很多喜欢拍Vlog的朋友 都会选择购买一个 便捷的手机云台 确实 给我们日常的拍摄 起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但是微单云台 单反云台 手机云台 毕竟它是一个单独的设备 需要单独携带 需要单独充电 应该说 Vivo提出的手机摄像头 类嵌云台 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 具有创新思路的一个想法 我们要知道 在一个狭小空间做云台 与我们中型设备的思路 是非常不同的 要做好 做小 确实并不容易 我们可以想象到 其中设计的欧拉角关系 四位数正列 姿态解算算法 与普通的云台都会大有不同 包括姿态传感器的选型 磁场电向控制的一个精度 电压空间 适量卖宽的一个调子等等 都需要重新的设计 可以说 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内 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件事情 也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件事情 我查了一下 微波微云台的技术参数 微波的微云台方案 尺寸只有25.35乘以14.3 采样是类缩式的 一型架构齿动框架 悬架采样是 两对滚珠配合十字支架 可以达到 传统光学防抖面积的3.2倍 防抖效果提升300% 原理上 微云台S转动加上Y转动 加上原本的三种电子防抖 这样就能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 五轴VSI视频防抖 最直接意义 就是在日常拍摄Vlog的时候 不需要额外再带一台稳定器 这样就能解决 机主的一个拍摄稳定的问题 在暗关拍摄上 也能有一个不错的提升 简单来说 我还是非常看好 Vivo手机微云台这项技术的 现在拍摄Vlog 拍摄自媒体 拍摄抖音的人 是越来越多 随着手机画质的一个提升 可以看到 大部分人生长很多大V 在平时拍摄视频的时候 包括我的节目 上个月几期视频 都是用手机拍摄完成的 在未来 使用专业相机的人 只会越来越少 除了专业级别的电影级别的一个制作 中间区间的消费者 会逐渐抛弃专业相机 转头手机 而Vivo 微云台这项技术 这项技术创新 应该说是走在市场前面的 最后总结一下 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手机市场 总体换金率 呈现一个下降的态势 市场饱和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 换金率 从2017年初的14.3% 下降到了2019年底的11.3% 金率 作为5G的原理 本应该沉着5G的东风 实现出货量的越深的智能手机行业 被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打乱节奏 随着2021年到来 可以肯定的是 手机市场 跑马圈地 高效能低售价 粗矿发展的时代 已经结束 如何回归本源 增强内功 将成为我国本土手机品牌 新的必修客 很多朋友认为 华为销量好 只称因为爱国营销 这个观点我是不赞同的 华为销量好 有一部分国人支持的原因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华为掌握了 核心技术的研发设计能力 做到了产品 利润 研发 一个相对正向的循环 比如说 目前国产厂商 大多数于高通签订的 专利授权协定 来获得技术支持 但是仅仅专利成本 就是一笔不小的开资 成本的增加 使得企业的空间利润变小 数据显示 高通仅技术许可业务 营收占比 每年就超过总收入 营收的30%以上 高通2019年年报 显示 高通2019年财年 营收为242.73亿美元 也就是光2019年 高通就有73亿美元 大概是473亿人民币的营收 都是来自于 手机厂商的专利费用 所以 如果不加强 核心硬件的 自主研发能力 芯片的设计能力 我想HTC应该是一个雪林的教训 可以说 创新才能自主 自主才能有利润 有利润才能反向投入研发 研发了才能创新 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而不是一味的给高通带货 利润反向流入 上游外国的供应商所踪 华为被美国政府针对 而正是因为这个正向循环的能力 这才是美国人 美国政府最惧怕的 目前 华为芯片代工受阻 我们其他国产厂商 必须跟上 不管是OPPO的自主研发模式 还是Vivo与三星的技术整合 整合两个企业的优势资源的模式 都是有效的把控 硬件合金技术好的方式 2021年 华为这2.4一步的缺口填补 是各大厂商首要的任务 也是我们国产手机品牌 必须拿下来的 另一方面 在全球市场因为地缘 政策的原因 中国手机厂商 已经比较容易进入 东南亚和非洲市场 Vivo在印尼和泰国 已经做到第一 包括印度市场 小米和Vivo 分别占据了第一和第二 应该说下一个阶段 打入欧洲 是我国国产厂商 打造国际品牌的必经之路 可以看到 目前OPPO在德国胜利的西欧总部 加大了欧洲区域的投入 Vivo正式宣布 进入波兰 德国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 和英国六个主要欧洲国家 深耕欧洲市场 2021年 我们一起期待 每一场有创新 有力度 有温度的发布会 也期待每一款 更加自主 更加流畅 更加美观 更加强大的 国产5G 新机型 我是老白 WebTalk 我们把复杂事情 打成本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 最后 点赞 拜拜 拜拜